我这两哥哥又来了 今儿我们凑他又聚齐了 凑树去 今天一天喝点酒 这样俩喝酒俩也不喝 他帮我抬着我抬不动 摊子已经准备支开了 今天我们是在阿罗拉这个城市 猴哥现在在准备所有的工具 好的 猴哥的白宝箱 准备干活了 猴董今天我们干什么今天 就砍这棵树 把这棵树砍掉 这棵树也很大哟 安全绳 眼镜都戴上了 蓝天衬着 万里无云 开始工作了 何大哥 来准备大巴士 不知道 这棵树 都要去加 这棵树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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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是人家的 这个 这个 房檐是他们家的 何大哥 开始拴 猴哥现在 很像是在花果山上 一会儿把这棵树锯掉以后,就可以透天了,透蓝了,干干净净了 锯顺上就喽,好几天没听到锯声了,现在终于响起来了 憋着砍瓜铁菜了,今天要把这棵树全部干掉 这棵树已经很危险了,而且这个底下比较狭窄 看不见猴哥了,谁如山面目出现了,这一颗大只 哎呀,孔高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活 现在猴哥在树尖上,还是转瞬之间,已经堆满了树枝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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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只已经锯完了,第二只是个难题 因为尖那块太细,猴哥单独爬上去,转转腾挪,还必须注意安全 又是转瞬之间,这棵树底板就剃光了,猴领导在逐步逐步的往下去 现在基本上信心满满,胸有成竹了,办法总比困难多,伟大的小蜜蜂 这现在真是猴子称霸王,每一步都挺艰难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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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